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声 今天介绍的这类动物 上只冒蝶了人 下只三岁小孩 都见过,爱过,恨过,怕过 也都吃过的物种 那就是恐龙 听到这里 可能就有人会疑惑了 恐龙不是6600万年前 骨灰都给羊了吗 怎么又都给复活了呢 其实恐龙是一大类生物 吃肉的,吃素的,会飞的都有 而只有一部分会飞的分子 活到了现在 人类还在活尿 你是穿树叶的时候 都见到过鸟了 而恐龙确定的 就是近百年的事情 给鸟起个淡渡的名字 而不是废恐龙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鸟,属于瘦脚类恐龙 这样你追的喊得要吃人的 也是瘦脚类恐龙 这里面有四列玩家 非常的厉害 一类是统治时间操场 名正元胜的肉食龙类 手里四个二 沙齿龙四巨头 南巨、沙齿、马普、奎咒 以及侏罗级的一特龙类 各个都是响当当的高辅帅 一类是天生一项的 陆林好汉 斑龙草科 二是上半两只成为南半球霸佬的脚逼龙类 最后一只是霸王龙为代表的暴龙超科 尽管霸王龙的战斗力和刘亦菲的颜值 差不多经常被调的 但是他依旧是最强的 还是最先进最聪明的顶级掠师者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出现了晚 当年的全面调点诺基亚恩九七 现在看来也只是过期 另一个是种族优势 暴龙坐姿所在的虚骨龙类 名字叫做虚骨龙 其实呢是铁了心的横 各种奇葩人才被出 而且几乎每一个分子都有一些带羽毛的物种 一有羽毛就不可避免能像鸡 有一位科学家贺旭丽 他在吃火鸡的时候发现 火鸡骨头和恐龙骨头很像 就觉得美和龙应该和鸟的关系很大 那个时候呢小型恐龙发现的并不多 美和龙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它的知名度也很高 像中华卢鸟 拥有一根超大的大尾巴 因为身上有羽毛 所以被错认为鸟 当然鸟不解有会飞的 鸵鸟也是鸟嘛 依靠速度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能活得很好 四鸟龙呢 就是这么一类类的像鸵鸟的杂死者或者素死者 你在白俄级扔个炮 估计就能吓出这么一堆四鸟龙了 它们的名字啊 很多都是四什么什么龙这样的甜空体 四啼虎龙 四鸡龙 四鹅龙 四鸟龙 四鸟龙 四象鸟龙 四金子鸟龙 四鹅苗龙呢 也被认为速度最快的恐龙 能达到70公里每小时 最大的是蒙古三七八之一 孔手龙 它的胳膊呢 非常的大 一只胳膊就有2.4米长 比姚明还高 蹲三分线 头丑必重 它不但手长 背部呢 也非常的高耸 还长有一张没有牙齿的鸭子嘴 能吃一些植物啊 鱼啊 我觉得最显眼呢 还是它的块头 重达七吨 是亚洲最大的瘦角类恐龙 至于特暴龙次第的烈死者 抱歉 没啥大 有手长的 就有手短的 有句话叫做 障碍的霸王能摸不到头脑 不过和人类比起来 霸王的手还是非常强壮的 而挖挖老子龙的手类和霸王的一比 就是弟弟 不管是10万块的劳里斯 还是4块钱的电子表 统统都没法带 因为它们很多物种 就一根手指头 手腕还一捶 脚就往下吐鲁 手虽然小了点 但是很粗 很有力气的 可以用来干一些坏坏的事情 比如秋爬爪龙 它是一种偷窃蛋龙蛋的恐龙 听起来比较套娃 但其实切的龙不偷蛋 也就是说 它才是真正的偷蛋贼 这个大拇指跟手工梗差不多 一个脑瓜崩 就能弹碎恐龙蛋 其他更多的 喜欢吃白蚁 这个爪子就是挖开白蚁学用的 鸟面龙的上河 更适合一些鱼类似的往前伸出来 这样舔白蚁更快 这么看来 小巧的阿瓦之龙 应该是干着十一兽的工作 十一兽还有亲戚的就是地蓝 而虚骨龙 也有这么一类恐龙版地蓝 镰刀龙项目 早期的镰刀龙像柱镰龙 因为还来铸造镰刀 所以还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就肚子腹了 腰耳直了 伸手也就更长了 自己就跟个大马桶似的 天天啃树叶 为了吃它更多 有的脖子也很长 跟个大水壶似的 其中最大的一种和捆手龙一样 也是蒙古三奇葩之一 那就是龟形镰刀龙 据说一开始发现它的爪子 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12米的大海龟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看过孙马宝贝 它的手非常的长 能长到3.5米 爪子有1米长 是有史以来爪子最长的动物 体重也有大象那么大 纪录片为了搜索率 经常出现吃素的大胆吃肉的 镰刀龙类自然也逃不过这种命运 像《恐龙行星》里 就有蓝爪龙大胆阻尼暴龙 我记得手 大胆死亡 起来 看上去还是蛮厉害的嘛 你可能发现 我介绍物种的规律 是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这不是我这样规定的 而是它就是这样演化的 下面介绍的这群瘦子 叫做窃蛋龙类 因为窃蛋龙这个物种 发现的时候是趴在一窝蛋上的 这个蛋呢 人们认为是圆角龙的 人正窝龙巨蛋 直接上户口 窃蛋龙 后来发现它的亲戚战火龙才知道 这类恐龙会孵蛋 窃蛋龙的嘴呢 长得跟个鹦鹉似的 可能会吃一些蜗牛啊 蜥蜴啊 再配点青菜荤素搭配 在一些早期物种之上 可以推测它们是有羽毛的 而且是那种对称的大羽毛 配上这个鹦鹉嘴啊 看上去就跟个大鸡似的 像四尾羽龙之类 连尾巴都退化掉了 安祖龙因为长了个罐子 绰号地狱鸡 走地鸡嘛 一般也不会特别的大 河南蓝川的羽龙嘛 也就一斤多 地狱鸡呢 也就五百多斤 可是在内蒙就有这么一个怪物 蒙古三七八之一 二连巨岛龙 体伤八米多 体重近两吨 要知道这种恐龙是比较短比较瘦的 所以和人类一比呢 还是非常的震撼 在河南呢 还有一个小鸟的大家伙 名字很可爱 贝贝龙 体重也有一吨出头 拿过来当坐机啊 应该很好 虽然已经很像鸟了 但是这种对称的羽毛 只能装饰把妹 而且这种小翅膀拿上腿 能飞的话 就有点欺负牛顿了 我们知道 有树的地方就有虫子 有虫子就有猎死者 恐龙自然不可能错过 树西这么安全舒适的生态位 而有这么一类恐龙 就不可抗拒地走向了 聚抗重力的这条路 从现在开始 对不起 我要起飞 善缘鸟龙科 我以前经常认为它叫 趴缘鸟龙科 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这类恐龙呢 是老老年间 侏罗季晚期的 一个新生态 6600万年 再加一个新生态 还碰不到它 著名的药龙呢 就有鸽子那么大 短尾巴上有4根装饰用的羽毛 每天用手指敲敲打打 一天回应不对 就知道里面有蛀虫 就要刀刀斩尽 刃刃猪绝 奇异龙和长臂会员龙的手腕 就像是无数那样 额外长了一根软骨 称奇异魔呢 变成一个翅膀 就跟西方双竹飞龙似的 疗不了好吗 那么照玩意儿 是不是改进改进 就成鸟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动物进化并没有方向 怎么死不了 怎么来 动物也没有特权 这个位置只有我能待 去看阿里巴巴 主要靠支付 而腾讯 游戏比较厉害 孔龙死弹一亿多年 想要起飞的物种 那是非常非常的多 1.21年前 中国辽宁的中华鸟龙 可能会产生毒液 那家伙老厉害了 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测 小盗龙就更加神奇了 有四个翅膀 四气退印 出流点就更远了 这两个看起来 区别很大的物种 居然都是一个颗的 就跟猫和老虎似的 而旧龙呢 就是在水边刺鱼的 那么飞天和落地 到底神仙谁后呢 你看到了第二次 可是你把它想成了第一次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的第几次 前面那些杂实的 树的物种 放现在看呢 只能算骨子里刺猬 而雌龙科的代表物种 是真正的捕食者 就像现在的幼科动物 都是心狠手辣的社会人 他们走路喜欢撬的兰花籽 变速度非常的高 这个小铃铛呢 可以用来捅人固定猎物 巴拉乌尔龙呢 比较特殊 两个脚头走路 两个脚头撬起来 恐龙两条腿走路 为了防止栽根头呢 就需要一个大尾巴来配平 对于腿来说 这个大尾巴就是雷醉 而雌龙科的捆骨向后折 重心移到两腿中间的大肚子里 这样呢 尾巴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跑端也就更快了 这就叫专业 不得不提的 就是迅猛龙 其实这个名字是叫错了 它的这次名字呢 叫做领导龙 其中只有狗那么大 那么电影里这种 和人差不多的迅猛龙 应该是什么恐龙的大小呢 恐龙阿龙呢 最大能长到200多斤 和人是差不多了 就是稍微矮了那么一点 画个大的阿基里斯隆 能有6米长 有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 斯隆克里呢 最厉害的还是犹他盗龙 其中达到700千克 大脚子有20多厘米长 但是犹他盗龙很多没那么大 也就两三百公斤 而且犹他盗龙 是短处的力量型动物 速度呢不是很快 更重要的是 这货是1.26亿年前的 年代比较早 不负责任的 说可能比较原始 脑袋不是很好死 我心中最完美的斯隆 是达克塔兆龙 体重200多公斤 大腿56厘米 小腿68厘米 脚掌32厘米 大上腿跑得很快 蹭一下 人就变寒信了 他出现的腕 和霸王龙是同一个年代 可能呢更聪明一点 说到聪明 就不得不提桑齿龙 他们虽然也有翘起来的爪子 但是比齿龙小很多 身材呢也非常的苗条 主要吃一些小动物 甚至还会吃些素 他们还具有不错的夜间视觉 能够在晚上活动 这样就避开了和其他恐龙竞争 而且他们的体温是不完全恒定的 会波动个五六度左右 其实通常我们说到桑齿龙呢 往往只当是细软龙 因为脑龙量相当于体重的比例很高 所以就这么一个经典的孔人邪说 你看这孩子绿绿的 连个毛也不加几根 实在是算不上好看 桑齿龙的致力呢 在孔龙年代算是很高的了 但毕竟是几千万年前的产物 和下来的鸟类比呢 估计就很普通了 况且鸟类本来就是他们的近亲嘛 尽管看上去他们越来越像鸟了 但是他们并不是鸟的祖先 因为鸟在猪若纪晚期 就已经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也就是说 你回到白尔纪就能发现 真正的鸟和这些半成品鸟是共存的 还是辽宁 1.20年前 有中华鸟龙 有四个翅膀的小盗龙 这里呢 还有吉祥鸟 就是尾巴长了一点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区域 这里还有孔子鸟 没有牙齿 没有尾巴 也就爪子有翅膀 飞的不是很好而已 而真正的鸟类 也反而有派系之分 反甲药钢 要比金鸟鸟钢 更有存在感 依旧聊天朝阳 中国鸟 这里生活放现债 你肯定用鸟来称呼它 藏鸟鸟和现在的翠鸟 生态位也是差不多的 当然 聊天也有金鸟鸟钢 比如燕鸟 注意 这才是白尔纪早期 人们通常认为 恐龙时代的鸟类 还在盘山学步的阶段 然而 它们已经通过飞行 扩张到吉隆都没有做到的 燃止海洋 甚至其他恐龙 还没飞起来的时候 它们都已经快放弃飞行了 像黄昏鸟 已经长成了1.5米的大块头了 正是这些多姿多台的鸟类 才使得恐龙渡过要命的 第五次大灭绝 干掉了翼龙 干掉了凡鸟 今天鸟鸟钢 才得以在今日席卷六合 横扫八方 同时把那些不一样的地方 继承为鸟钢的绝活 最后 希望大家能点一下三连 下期视频 我会讲述我们的祖先 如何在恐龙的重压之下 先对身体内部的 翻新改造 最终在不可能的状况下 极限翻牌